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方式介紹一下1000Toys和千石鏈合作的1比12Devil May Cry第5集的Dentia彈丁 一看到這個畫面已經很震撼了 因為我個人覺得除了頭雕之外 基本上整個配置、精細度、豐富程度 這個Deluxe 版本就是等同1比6的產品 你看到這個姿勢充分表現了關節可動性之高 當我看到這麼漂亮的姿勢的時候 就要感謝我請窗的姿勢王幫我把這麼漂亮的姿勢出來 當然產品的本質、可動性一定是一個大功 這次其實大家剛才看到 有八套的武器配件 四對配置的手 其實真的跟一般1比6是沒有兩樣的 看上去的姿勢質素也是非常好的 我自己覺得除了頭雕不能及1比6的高質之外 其實已經是很厲害 雖然說到頭雕不及比6的精細 雖然說到頭雕不及比6的精細 但還是看到它有幾個畫面的表情 就覺得差不多等同有幾個頭雕一樣 加上它在眼睛上是分一件來做的 所以在眼珠的精細度 是不會因為它太細而做得差 所以如果相對除了一半 這個頭雕真的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頭雕來的 說到這個造型 除了它們把握到1比12的優勢 可以做一些很巨大的武器之外 在衣服的配置方面 它們都巧妙地運用了真實布料 和PVC膠件的配合 你可以看到外套它們是用一個人造皮的部件 但同時在畫面你見到 它裡面的衣服都很難分清楚是真布料還是假布料 但告訴你其實就是PVC來的 看到設計團隊的創意和心思 是充分利用了1比6的部件優勢 和1比12的塑料的雕刻 互相補足 來到達至最終的作品 看到這麼多不同這麼優美的造型 你可以看到其實整個產品的可動性是非常之高的 其實它是內置類似骨架的東西 我們看到裡面的那層衣服 其實是PVC連身體的外殼 令整個公仔的可動性非常之高 亦都不會向它造型 亦都可以看到有真實布料的感覺 這裡真的配置得不錯 當然有朋友會吐槽 唯一的不好處就是膝蓋的關節 沒錯,還有一件事就是價錢 要超過1000元 但產品最終都能夠 利用1比6的優勢 和1比12的各種優點 做出一個最終產品 而你多於幣 我覺得始終值得投一票 下次見 請她訂閱 那麼快 又找回 做人的一部 講座 可以